大家好 现在是兰花长新芽的时候 不少花友的兰花长出来的新芽比较弱 那么这种情况下 大家千万不要给它大水大肥 因为很多花友觉得兰花长新芽出来太瘦弱 是肥不足水不足 其实这种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观点 因为兰花的新芽太弱太小 证明它的根系比较弱 吸收土壤中的养分不够多 所以这种情况的兰花 主要是以养根为主 把它的根养壮了 自然它吸收的养分就会更加强 新芽就会壮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给这种情况的兰花施肥的话 一定要薄肥勤施 最好是使用这种花多多12号 因为花多多12号它主要是健壮型的 可以强壮它的根系 让它的根变得强壮了 那么自然吸收养分能力就会强 我们使用这种花多多12号的话 一般正常按照1比1000的比例 那么像这种状态的兰花 我们一定要按照1比1200的比例来对水 给它浇灌 或者是1比1500都没有关系 坚持薄肥勤施 大概5天左右使用一次就够了 同时这种状态的兰花 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到最通风的地方来养 为什么呢 因为通风条件好 如果我们浇水之后 它这个水分蒸发的快 那么就有利于它的根系生长 如果说长期保持土壤湿润 那么干湿循环不够快 就会影响到它的根系生长 所以我们找一个最通风的地方 来养护这种兰花 那么我们就可以多浇点水 都不担心它会闷根 同时我们最好白天给它照上三四个小时的光照 最好是早上两个小时 下午两个小时 那么这样的话 就有利于这种情况的兰花 降壮它的根系 好了 这就是若苗的兰花 我们该怎么养护 才能让它快速恢复降壮 我们下期再见